天不欲 挽来起 惊重自己 无力 堪不尽 凡铃后 徒遥命 伤别离 随梦 伸锁海底 天地潮污洒涌开 与细情的尘埃 是谁在被我断牌 愿 变亮是真心海 我为你哭声而来 一步一旬正在 夜空一夕如雪埋 爱 重选了自己 花了下 逆了下 一字一句斗地的明媚如花 飘上 郭文章 一月而上 冲坦了寒降 幻想 天之阳 与你共共一束交集的月光 山土一立 观户中的自己 雷出一滴 坠入天际 我说飞雷啊 怎么还不过来啊 少安五躁 怎么还不过来 天君 您已在此守候太久 不如先回去歇息 我与雷泽在此守候便好 是啊 不必了 本次前来本就是我的诚意 怎可由他人代劳 天君 来人了 天君 长衣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云渊 不肯见任何人 雪总领 要不你再劝劝他 天君等了好几日了 无妨 我可以等 天君 不是我悲观 只是 以诚意现在的性子 你指不定 得等到天荒地老 嫌疾之祸 我也有责任 这本就是我欠北原的 而且 我也相信 那几云和不惜以性命相助的人 不会一直沉溺于悲伤 我几云和不可 不之失望 那也让他想要 我一定会找到天荒 那我 有钱 有钱 你有钱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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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和安宁的化作永恒该多好啊 唯愿着天地生灵 四海八荒 再无纷扰动荡 山川依旧 喜乐永存 当日上林夜市之缘 想必你已不愿回想 你我之愿不在 还有千人万人之愿 每一个虽平凡 却都是这世间的一部分 你曾说过 我该相逢 若我不在之后 当真能寄身长风 还能看到这人间烟火 便足够了 我也不知道我走之后 你会不会很伤心 还愿不愿意再看到这封信 就看天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郡主 你可出来了 把天君请过来吧 好 是 封信 封信 天君请到了 请 已拿 נ 这位 很多 dd qued 他 不 刘 朝一日能与他重访 可没想到 他不惜身死也要保北渊女王 花虎安宁 我 很敬佩他 如果天君来到这里 只是要说这些话 长衣就先回去了 本君此次前来 设为两件事 第一 便是向北渊致歉 这场劫难 本君有失察纵容之过 本君欠北渊一个勤奋 定会竭力偿还 北渊 本君从来不需要任何怜悯 我们所受的不公 我会一样一样地讨 一个个地报 天君请说第二件事吧 本君此番 想与尊主联手共抗仙师傅 还仙界太平 天君何以觉得 我愿意与你一岛 同行此事 因为 本君相信我们都一样 不乔 我跟你一样 你不是你我 不是我 嘿 多想 多想 嘿 你要去哪儿 与女性人抬头往流 主的光亮 黑 随他 流浪 约你的所长 去光眼地方 远离我远离了悲伤 从此我虚妄 望却反省 让遗憾 不生长 愿你从此无所怕 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 你我之愿不在 还有千人万人之愿 每一个虽平凡 却都是这世间一部分 你曾说过 我该相逢 若我不在之后 当真能继身长风 还能看到这人间烟火 便也足够了 云河 若四海霸荒喜乐永存 该有多好 作词 若四海霸荏喜乐永存 也无伤留一双洁白的翅膀 不尽了眼霜 再一路把自己多疯藏 愿你永不落迷惘 上日月里扬将时光刻在了手掌 人美梦滋养告别 还记得吗 这里就是你当初逃跑的终点 你说那是你最快活的时候 就连呼吸的空气都是自由的 其实那天我早就远远地看到你了 可是我没有上前 是因为我看到了你最真实的样子 我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那是我能看到的 你最简单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这一生到最后 没有被任何事情束缚 包括我 包括我 你最巡人的 我最爱的 你最爱的 我最爱的 你最爱的 我最爱的 我来替你承讨 云和 你们该有更好的结局 云和 你喊心大胆地飞吧 然后你再也不用担心被宽冲 是谁你可不可以做得满意些 你举斗你的名媚如花 飘上过万丈 一月而上冲开了寒江 晚上天之涯 与你共共一束交接的月光 山土一粒 万物中的自尽一泪 与你共一粒追 金鱼盒 你没有看错人 有他在 这世间定会如你所欲 你不能担心 郑主 您在云苑的东西 我都取出来了 我 好好好 尊主 这儿再怎么着也是个念想 没必要给它封禁了吧 以前云河 不喜欢被关在这儿 所以这个地方 也没必要开了 云河的自己 请天君去大殿 是 尊主是说 找到现实的线索了 这是云河经常看的书 有一页折了脚 上面写着宁卿的名字 或许 对天君有所帮助 此书 究竟是何人所写 又怎会与先师有关 在下可以为天君解惑 是你 昔日所见就是天君 昔日所见就是天君 原来种种所指 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你方才说 知道此书的由来 不错 昔日 靳云河在去战场之前 便知道自己有去无回 已将一切都告知于我 还嘱咐我 未来有朝一日 如果能见到天君的话 定要将这一切转达给你 定要将这一切转达给你 这书的作者 名为宁夕语 如此说来 先师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宁夕语 可济云河所标注的这一页 和先师有何关联 非连神君可知 这先师曾与万花谷修习 并且屈居于灵氏之下 有所尔问 先师当时只是万花谷 一个普通的御灵氏罢了 他的修为平平无奇 远不及灵氏 可为何在短短时日内 他的修为突飞猛进青云之上 到后来更是能够研制出寒霜 反而将灵氏要挟为他所用 诸位 你们难道就没有想过 这其中的缘由吗 他要复仇就需要力量 他找到了一股既可怕 又强大的力量 是 宁夕宇在梦境中 曾告诉济云河 若出被杀之后 宁卿突然离开了万花谷 一段时间 那时我已脱身长风 一路追随着他 去到了一座荒山 我认出了那座山 记忆中 我曾误打误撞去过一次 那是一处很奇怪的所在 奇怪 我一向喜欢游历 说刘宁情后不久 我便带他游历私放 有一次 我们不知怎的 突然进入到了一座荒山 在那山里会产生幻觉 你能看到你最向往之事 也能看到你最恐惧之事 我觉得那山中另有乾坤 正欲探寻 却不知怎的 又突然出了那座山 等再回头时 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山 我觉得很奇怪 问了周边很多的村民 但没有人知道那座山的存在 我觉得很神妙 便把它记录在了广乌极柱 那座山便是广乌极中的无名山 正是 可既然这座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复得路 那宁卿后来是如何找到她的 找到她之后 她又在里面做了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时 我原想跟着宁卿一同进去 却不知为何被拦在了山外 我不知道她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她出山时 搭毁了一团神秘的力量 而后修为大增 一路扶摇直上 成为四海八荒御灵师之首 她还研制出了寒霜 惩罚了灵师 控制了万花国 神秘力量 难道就是她密室中所藏内物 那日 是前辈引领我到密室去的 那幅画像有古怪 但我也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 或许是因为宁卿雨 只剩下一丝原神无法入山 但她能感知到 先师的这股力量 是来自于这座奇山之中 也正是这股力量 帮先师促成了世间的大乱 正因如此 那日 季云河便在这广物极致中 标注了此业 既然这座山可以赋予先师力量 那打败她的关键 应该也藏在此山中 这座山我认识 这座山我认识 不知的 竟然也是这座山 我之前翻遍古籍 都找不到这山川的记载 没想到 这座山 竟会被写在广物极中 若先令也有意引领天军前往此山 那此山内必有乾坤 尊主 此书能否借我一用 或者借我滕朝一份也可 既然云河与你有盟约 那我也希望天军可以解开这个谜团 多谢尊主 本军日后定会完好归还 尊主秀为高深 可愿与我等一起共寻此山 这里是云河以命相守的地方 我不会离开 而且天军一旦有动作 先师必会察觉 北渊是对抗先师的后方 既然已经成事 那必须有人坐镇后方 那就拜托尊主镇守北渊 本军会与二位神军寻找此山 若有消息随时传信尊主 好 尊主 落花既败不见其行 但其器仍在这世间流转 心缘不灭 则生生不息 也许千百年后 会见故人归 故人归 会吗 会吗 战事平息 尊主不愿再见流血 他放你离开 前路如何 你自己选择 我温花谷的御灵师呢 尊主有令 愿意生活在北渊的 以尽数接纳 还有一部分 只想就此离开 平凡度日 有镜云和灵力相互 空明先生也许诺 会定期替他们缓解寒霜 应该暂无性命之忧 多谢少主 宽厚已大 谷主送大家入北渊的心愿 终于达成 只可惜大家就此离散 万花谷今后 便再无往日的升级 他们为万花谷复仇半生 也是足够 如今各本前路 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谷主您呢 您此番行动 先师定会有所警觉 为何还要执意回去 为何不索性留下 万花谷 好 好 我这些人 不许多 我能找到 你一路 再走 你们怎么办 好 苏绵 我这些人 还不许多 我这些人 要不许多 要不许多 我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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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言而无信 半路脱逃 往日是我误会了你 你放心 今后老夫一定千百倍补偿回来 还有我 谷主 之前是我太傻 没能明白你的身意 不知道你所忍受 所谋划的 都是为了大家好 不过好在我也没那么傻 想明白的时候也不算太晚 谷主 我反悔了 我不入北渊了 我要继续跟着你 我将你们送到北渊 就是不愿你们赌上性命陪我冒险 玉灵师本就肩负着 承恶扬善的重责 现如今 先师之恶已经危及四海八卧 倘若此时未居退缩 那玉灵师的尊严何在 万华谷的人 绝不做任由先师摆弄的懦夫 叶祖 还望谷主成全 豪卿替自己 也提完花果 谢过诸位 对抗先师其路漫漫 我欲以天地药石之力破解寒霜 还请诸位助我一臂之力 寻找所需药材 谷主不必客气 尽管吩咐就是 这便是所需的药材 谷主请放心 我等便是走遍四海八卧 也会完成谷主所托 诸位一路小心 徐晓星 你不必去了 那我随你回万华谷 你留在北渊 为什么 你不要我了吗 昔日你和常义有些交情 留在北渊能照顾万华谷同僚 我会踏实一些 可是 既然同位对抗先师 留在哪儿都一样 若需要什么帮助 我会踏实一些 可是 你就传信于我 好 小心 定不负所多 谷主 鸣河 他当真不在了吗 我知道 他当时以性命救了我 可我总觉得 恍恍惚惚 好像不是真的 当年在灵蛇窟 我和你说过什么 不须多想 只须信你 活下去 终有一日 会得上错了 谷主 我们为何来这里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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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尽量 还在这儿 是让你 Fly 在这儿 我们为何来自兴 我们为何来自知 我为何来自知 我为何来自知 我为何来自报 有何来自知 可他还有一次重塑险体的机会 为了抵抗寒霜 云河体内已经形成双脉 相生相伴 一脉湮灭 另一脉才可复苏 留他一缕元神 助他重塑险体 从此以后 玉灵师的天仙之脉寂灭 他将成为彻底的九尾虎 所以在顺德命令您杀死季云河的时候 您就已经筹谋好了这一切 就算将他带回去献给顺德 您也绝对不会放弃他 而是用这种办法瞒天过海 对吗 那谷主如今要带他去哪儿 您会告诉常义吗 云河一生为了北渊 为了万花谷 为了所有人付出了态度 从来没有好好珍惜过自己 这一次 我希望他将过去的痛苦尽数抛下 我要带他回家 我曾经以为我此生不需要任何朋友 直到云河出现 死皮赖脸非要和我结盟 起初我真的很烦他 但是没想到 偏偏一步一步被他复活 虽然聚少利多 但在我心里 他已是我此生之友 我知道 你呀 要么不用情 一旦用了 必是一辈子 云河未经之事 我想帮他完成 我也是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我已传心非联神区 明日我们就集成 追上他们 你也要一起去 经此一遭 更是觉得事实无常 想要遗憾少一点 能做的便是珍惜眼前事 珍惜眼前人 在我心中 现在还能守护在你身边 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你不要为了我好 就抛下我 咱们一起吧 一起 好 宾和 你现在在哪儿潇洒呢 你自己出去玩不带我 一点都不知 是仗义 云和 你看 我们自由了 我们再也不用想着逃出去了 没有你 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了 没有你 我看不到未来的路了 你站住 别以为我没对你动手 就是原谅你了 我不需要 谢谢 别喝了 我即便是喝死了 跟你也有什么关系啊 那云云和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你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的 云云和已经走了 我保重又有什么用呢 留我一个人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你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像你们这种只懂大业的铁石心肠 根本就不会明白 当年我被天敌袭击 意外跌入万花谷 并死之际是云和救了我 起初 万花谷的人都是我是最没有用的鲜石 是云和处处为我撑腰 才没有人敢看清我 没有姬云和 就没有罗锦桑 可是如今云和走了 您说说 我该为谁保重 可你对于某些人来说也很重要 其实我 我核心…… 鲜云和还没有 Пом我 那你怎么会罗锦桑 你怎么会了 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路 但是在这之前 你得先学会照顾好自己 天寒风冷 饮酒会上身 我来 谷主 在外界看来 金云河已死 把她带回这里 会不会被发现啊 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在这儿他也最自在 我会设下结界 旁人看不到也触不到这院楼 我会告诉大家此处已差 他们找不到这儿的 锦额河 是 输主 为何要把结界赛的这么大 将后面的花海都罩住了 他喜欢花海 就都留给他 天涯外乘浪浮现 我在余光中 仿佛看见我们在哪儿 也曾像一批朵花咖 相遇在开门暖花的亭外 也曾像一首歌 相遇在此举天籁 为了她传送人心 孤主费了半生凌厉 值得吗 孤主才很重要 孤主 孤主 开门 孤主 大的 是他 你们是谁 我 我又是谁啊 谷主 他这是怎么了 世间法则 有得必有失 过往记忆 一言消云散 他现在 宛若心胜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谷主 这应当是常义的娇人类 留在他身上只怕不妥 你要喜欢 你就留着 你是不是认识我呀 为什么你看我的眼神 这么难过 你叫阿济 济年的济 我是你师父 师父 感谢你 这些人 你不得了 你怎么会没有 你不想过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他将顺德光回先师府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做给你看的吗 不就是告诉你 他动了你护着的人 你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无能 你呀你呀你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就算你治好了顺德的脸 也改变不了什么 在宁夕语心里 宁若初才是最重要的 他最喜欢的徒弟永远是宁若初 你永远都比不过他 宁若忠 你瞧你这脾气 事实就是事实 我还说不得了 别走啊 你看你一提他你就翻脸 你可别忘了 你是和我见过契约的 你若再不坚信承诺 我可要另责盟友了 该怎么做 我心里有数 你若等不及 那随你 你真以为我没有别的选择吗 好 你可别后悔 不及 姐姐 如灵 姐姐 我就知道 所有不堪都是一场梦 来人 给本宫拿好酒来 你们都去哪儿 给本宫留下来伺候 师父 师父 你不会抛下我的对不对 你还是爱辱灵的对不对 师父 师父 本宫那么远 师父 你别走 把本宫的脸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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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他们都能来去自如 唯独你被困进尸之中 这是专属你一个人的牢笼 伤心吗 痛苦吗 愤怒吗 是谁 明白了吗 没有力量 所有人都会轻瞒你 就连你的师父 你的弟弟 也不会再顾惜你 没有人靠得住 力量 力量才是一切 够了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谁 是任人间踏踏的弱者 还是能够重回万人之上的先机 你能给我力量 帮我离开这里 我能教你办法 夺取他人灵力 离开这里 本宫被囚 先好被废 你可见本宫身边还有何人 你是先机 世界万物 本都该是属于你的 那些逃窜去人间的御灵师 就能轻易饶了他们吗 抓他们回来 夺他们灵力 没错 四海八荒 皆是本宫的臣民 都该向本宫低头 能为本宫所用 是他们的荣耀 不是梦 他是谁 他说的是真的 只能夺他人灵力 为我所用 先机 先机 不想死 不想死 就把嘴闭言试了 今日之事 倘若敢说一个字 本宫让你灰飞烟灭 朱灵呢 他没死吧 滚出去 把他给我叫进来 是 我 deine 你不是你 我 你 scratched 我 不是我 嘿 多想 多想 嘿 你要去哪儿 人痴心人抬头望 留不住的光亮 嘿 随它流浪 你也要去哪儿 愿你的所长 去光眼地方 愿离我远离了悲伤 从此无许忘 忘却犯伤 让遗憾不生长 愿你从此无所怕 无愧也无话 就像云火追逐着海浪 灼不住的光 任由我 依然 回想 风转转落花 雨滔滔飞沙 我想你在某个他方 自由的宽畅 别再想起 你 关于我的过往 这里 繁华又盛放 如你半明朗转眼 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 这世界 如你所想 在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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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 也许 在某个人